大家好 我叫刘大胜 我在洛杉矶 我听到了一个消息 今天上午的 是中国武汉政府调整了死亡的数字 是上调了1500个人 上调的幅度大概是多少呢 是50% 因为他给出的理由就是 以前没有发现这些人死掉 现在他突然发现了 那就把这1200个人死掉 那就把这1200个人再加上 我估计再过一个月 可能中国政府又说 发现了1万人死掉了 过去没发现 现在刚刚发现 不知道 可能是统计错误 1万人 可能再过两个月 又加1万 你说中国的这个数字 它是真的吗 即使他加了1200人 难道这个数字 就是武汉真正死亡的数字吗 也不是 我们都知道他在撒谎 苏联的一个作家 俗尔尔尼琴 他说过吗 叫他在撒谎 我我们知道他在撒谎 他知道我们 他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 他呢 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 明白 结论是什么 我们还是 他依然他们依然在撒谎 实际上有人说那个数字 数字对于一个独裁国家 共产党而言 就死掉的人 真的不算什么 我不感到惊讶 我不感到惊讶 有人说大森林说感到惊讶 没有 他就说1万人死掉了 说调整数字了 说发现1万个人死掉了 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因为在这个国家没有真相 没有真相 可能可能连共产党他自己 就习近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下面到底死了多少人 到省里面湖北省 都不知道湖北省死了多少人 武汉 武汉的市长可能都不知道 武汉到底死了多少人 那有好多人可能就在家里面 就躺在家里面死掉了 封城吗 比如说一些老人 手脚不方便的 可能摔倒了就死掉了 没有人知道 然后那个每一级政府 他往上报的数字 每一个医院往上报的数字 都有可能是假的 都有可能 这个这个病人 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病人 一二三四五 可能他们全是都武汉肺炎死掉了 也有可能是什么 其中只有三个 但是 医院 可能说这些人都不是 都不是 医院说这些人不是武汉肺炎死了 这些人有基础病 这些人有别的病 别的病让他们死掉 也可以解释 反正是 政府是党的 军队是党的 媒体是党的 摄像头 警察 学校医院 什么都是共产党的 我就问你 你 你能有真的数据吗 能有吗 是不是 包括有一些 我看到媒体上调查 要到武汉调查 批示实验室 有用吗 共产党还不早就给你 都过了几个月了 共产党还不早就把你那毁之灭迹呢 你想一想 这个国家 独裁国家 他没有真相 他可能领导人 他都不知道真相 那个 1960年中国二十几千万 还 人民日报还写的什么 母产万金呢 大大月金呢 你想一想 我看过那个照片 说农民站在那个 道 就是田里面 田呢 种了那个 那个叫水稻吧 然后人站在了水稻上 就他来显示出他的产量很高嘛 这国家 他都是造假的 独裁国家都这样 独裁国家 全部是造假 我我研究了 我研究了许多独裁国家 包括中东的 中东那些沙特啊 叙利亚啊 全造假 伊朗 中亚的 卡扎克斯坦 什么国家 朝鲜 东亚这边就朝鲜 中国 全部造假 造假就是他们国家的 任务 任务 伊朗的数据能是真的吗 伊朗 俄罗斯的数据能是真的吗 他每一级每一级的政府都是独裁的 他都是可以随意篡改数字的 怎么可能是真的 是不是 你没有新闻自由 没有报道的自由 那汶川大地震我问你死了多少人 是不是真的 汶川的有一个小学 我记得 好像整个小学都给塌掉了 那小学里面死了多少个学生 数字是真的吗 中国 中国没有没有真相 没有真的数字 没有美国精确到个人 他们的名字 这场瘟疫过后 所有人都会知道 公开了 911死了哪些人都知道 珍珠港死了哪些人都知道 他在哪死了 我现在地图都可以看到 中国呢 没有 没有 人们就这样 就是人 不要说说好听一点 人是个畜生 人在某些情况下 连畜生都不如 为了 畜生 你看那街头啊 阿猫阿狗啊 一看可怜 还有人去把他给领养的 那人呢 在街头直接饿死 没人管 你说这人不就是连畜生都不如吗 他没 他这个独裁这个体系 倒霉的是谁呢 倒霉的是老百姓 知道 倒霉的是老百姓 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当官倒霉了 当官有有几个当官的死了 习近平死了吗 王岐山 李克强 省委书记 县委书记 死了吗 你小老百姓死掉吗 包括收护照也是的 说现在中国开始收护照了 我记得去年就开始了 我最早听说的 可能现在学生也开始收了 他收的是谁的护照 都是小老百姓的护照 小老百姓你办个护照 直接给你收了 或者说 或者说单位里面跟你说 进行保管 统一管理 不能不能说收吧 就叫统一管理 哎 对统一管理 统一服务 配合那个公安机关 这 都是为你服务的 那你说的当官的 怕当官的不怕 当官的那些有钱人 我说过 中国只要共产党不倒 只要习近 就共产党这个体制 独裁体制 他不完蛋 倒霉的一定是 小老百姓 那些有钱人 那些什么权贵 人家 拿的是什么中海民共和护照啊 拿的可能是别的国家的 西方国家的 美国护照 特别澳洲的护照 加拿大的护照 新西兰的护照 哪个拿的是什么中国的护照啊 没收什么钱 你以为人家家里面的钱是人民币啊 啊 我就问你 中国有一个 郭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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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就是自己的,对不对? 那不随便印吗? 而且印的都是真的 你为什么说不真的? 中文人民共和国护照 那当官的不是随便印吗? 习近平想印几个,印几个吗? 你想想 有钱人各个国家护照都有 随便到什么太平洋岛国买一个 100多万美元 几天就到了 一个月搞定 我说的是穷人 普通人 所以要找准定位 找准定位是多么的重要 你能不能别 你爸不是习近平 你就不要爱共产党 知道吧 等你爸是习近平 那你再爱 习明哲为什么爱国? 国家就是他爸的 习近平呢? 习近平又是他爸 那他当然爱国 人家就是统治阶级 就是那个 既得利益阶层 那让他们爱的很正常 人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利益 人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利益就要爱 那你是会消到百姓 你说 你的死亡就是一个数字 你活着浪费的 活着浪费工具 对于共产党而言 或者说活着割韭菜 死的浪费土地 而且你还要求买不利 买不起 活活不起 死死不起 死掉之后呢 当然这个数字呢 会加一个 加一 也有可能呢 共产党就不加了 就遇难 就比如说死亡人数上面 共产党就不加 为啥? 你死他拉倒吗? 对不对? 谁把你当回事啊? 你要不信的话 你现在死去了 没人把你当回事 你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 啊 你上网还要翻墙 你批评一下政府 我问你 呃 李文亮 死的了 呃 还有徐秋实 他人了 还有叫李什么华了 他人了 我问你他们人了 不知道 不知道 你说这这 这国家 实际上可能在民间啊 可能在普通的老百姓 还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人 平白无故的消失 但是我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是通过媒体 让我们知道了 那有些人 可能就媒体就没有人知道 就拼拼 就不知不觉就没了 不知道他关在哪个黑监狱了 那你仔细想一想 好可怕 啊 对 我一讲到爱国 说爱打什么 你最差的级别 要是我同学那个级别 我同学是什么级别 我同学 毕业不到一年 挣了一百万 而且他在 香港开的户 有有账户 就他他赚了一点钱 然后就存到香港账户 因为香港他有股市嘛 他也会 理财啊什么 他就香港 为什么要 才钱放在香港呢 第一 中国到香港比较方便 大陆到香港嘛 而且变钱也比较方便 另外香港 一出去 一到香港 就自由了嘛 就是说 钱一到香港就自由了 那以后的话 他要出国什么的 都方便 就包括购物啊 什么各方面 都方便 所以你没到这个级别 我说我中国的普通老百姓 你以我同学这个级别 划分 你比我同学这个级别高 那你就爱党 记得利益阶神吗 你没有这级别 你就 你就算了吧 党看不起你 拜拜 拜拜 看一看美国内华达 北边的一个城市的小公园 看看人家鸭子 这不知道是什么鸭 不懂 都过着幸福的生活 那边还有一喷泉呢 那边也有一个 你看看人家的日子 说鸭子都要来美国啊